如果嫖娼被公安机关抓了 警方会通知自己的家属吗 嫖娼一般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公安机关是一定会通知家属的 当然通知家属的时候 肯定会告诉你 你的家属 你是因为卖淫或者是嫖娼 被行政拘留的 拘留地点在某某拘留所 那么卖淫嫖娼被抓 会不会通知单位呢 单位如果知道了 会不会将自己开除呢 如果你是普通的企业的员工 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 行政处罚并不是单位主动解除 劳动合同的理由 也就是说万一卖淫嫖娼被抓 单位不得以此为理由 跟你解除劳动合同 如果说你是公职人员 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务处分法的相关规定 如果你参与了卖淫嫖娼的行为 就会被撤职 甚至被开除